你这孩子手上有点功夫 臣妾在家时也是这样伺候母亲的 你倒是孝顺 身体发肤受制父母 臣妾不敢不孝 哀家很想问你 你为什么这么孝敬哀家 太后是皇上的额娘 又是臣妾的皇额娘 臣妾的主子 臣妾敬服太后礼当尽孝 你对哀家虽有孝心 可这心也该放点在皇帝身上 年纪轻轻地成天跟哀家在一起 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太后这样说 倒像是臣妾故意了 并非臣妾不愿亲近皇上 只是一来太后的安康是皇上的心愿 臣妾理应孝敬太后才是 二者众位妹妹伺候的皇上都很好 臣妾本就不擅长打扮 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眼力呢 只盼着太后哪日得空指点了臣妾便罢了 如今臣妾在太后这里受益良多 便是赶着也不肯走了 你这孩子越来越能说会道了 有你在哀家身边 又有温太医的医术 哀家的身子怎么能不好呢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 臣妾不过是驱风左右而已 实在没什么用处的 这是今年的新茶 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 味道很好 南威你还想着 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 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 春困秋乏 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 听闻姐姐幸得太后宠爱 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 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 姐姐有太后眷顾 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不像妹妹却是时不下宴 怎么会呢 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 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卫华妃 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见她 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华妃复卫 看来皇上是忘了皇儿的狮子之痛了 朕叫人寒心哪 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都算是白费了 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 但是妹妹不一样啊 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 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 姐姐是怪我吗 惠贵人错怪小主了 不是小主不劝皇上 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卫华妃 胡说什么 奴婢不敢 奴婢也是听小夏子说起来才知道的 你没有听错吗 小夏子是御前伺候的人 不会有错 姐姐 婉姐姐怎么会如此 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 皇儿最恨华妃 她不会如此 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 劝皇上去见华妃的 好了 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 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 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 时候不早了 我要去看望太后 就不留妹妹了 那妹妹先走了 小主 安贵人说得有鼻子有眼 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我知道 所以必得问了华儿才明白 若真是她劝皇上复卫华妃 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 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 臣妾给太后请安 太后万福今安 起来说话吧 谢太后 坐着说吧 有些日子没好好地跟你说话了 最近都忙着什么呢 臣妾无事可忙 做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 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内务府给玉花园里送了两只仙鹤 长得挺漂亮的 和园子里原来那两只梅花鹿凑在一块 正应了陆鹤长春的节 这药好苦啊 喝得人舌头都慕了 太后 太后 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 您刚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 果然不错 太后喜欢就好了 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 若是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 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 婉嫔 你可知罪 臣妾惶恐不知 还请太后明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以妃嫔之身干预朝政 太后 她 哀家问她呢 你慌张什么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 可是臣妾 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哀家准你自己说 追封太妃一事 你有多少三义其中 太后明鉴 臣妾再年轻不懂事 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 皇上是圣明之君 追封太妃之事 心中早有决断 其实臣妾可以左右 臣妾愚昧 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 才敢略说一二句话 若说朝政 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 你敢说 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 皇上是一国之君 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 臣妾得性于皇上 能够侍奉左右 若有私心 也是希望皇上 能够万岁平安 臣妾也能得以眷顾 平安终老 这点私心 后宫哪个嫔妃没有 也罢 起来吧 谢太后 谢太后 你的私心 人人都是一样的 有了皇帝才有你们 皇帝在 这后宫里 不管是得宠的 或者是失宠的 终究还有个指望 还有个盼头 如果皇帝不在了 皇后自然是没说的 贵为太后 就像曹贵人 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 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 尽管眼下风光 只怕晚景凄凉 说穿了 不过是在等死罢了 所以你们能指望的 也只有皇帝一人 听皇帝说 皇帝 皇帝尽早复位一事 是你的主意 是 你倒看了 太后英明 太后是才说 有人要逆天而行 臣妾虽然愚钝 却也明白太后所致 恳请太后明见 居世之下 前朝要安抚人心 后宫也要 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 而干扰国事大局 这件事情 总得有人受委屈 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好孩子 好孩子 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 难怪皇帝偏疼你 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太后言重了 臣妾不敢承受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 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 甚是妥当 哀家是不放心 御书房 岂是后妃能够善入之处 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 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 或是一味怂恿皇帝 按着义己的好恶 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 成为国之祸水 哀家断断不会容你 臣妾不敢 好好服侍皇帝 早日有个一男伴女的便是更好 多谢太后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 你呢 机灵惠敏 淳元皇后过世后 皇帝身边 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 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策 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 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 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 臣妾告退 对 万嫔 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得 哀家觉得不通 可是太有才了 也会有薄命之险 太可惜了 有才而知进退 福会双修 这才难得 这后宫里 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 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 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 自己的一言一行 谨慎着吧 是 梅姐姐呢 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 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已经去了吧 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 我们先回去吧 江南可采烈 江南可采烈 烈野和甜甜 小主 说 今日午后 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 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 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 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 无非是她知道 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 她还偏不信 我说的她未必全然不信 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 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 我倒想看看 她平日离与婉嫔同姐妹 是否真能深信不疑 彼此全无嫌隙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 连茶都没喝呢 有劳小主挪动玉布了 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微着 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 过了时辰失了药性 婉嫔病了吗 那倒不是 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 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 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 我倒是什么呢 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盛意 有雨露之恩 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 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 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 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避嫌 大人 大人倒是要去急着井上添花了 小主 您何出此言呢 我竟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 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 井上添花无人计 雪中送炭请一身呢 大人 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吧 这颜值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 正如微臣也潜心地为小主请卖取药一般 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 只是真心地希望无论小主也好 婉嫔娘娘也好 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 但愿温大人带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 多加招呼 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招呼玉体之人 微臣心中别无他年 彩月去送一送大人 是 大人慢走 小主 姐姐 你怎么站在风口上 等一下收了风就不好了 妹妹今日怎么跪不临见地 不用陪着皇上去讨花飞得好吗 姐姐先别生气 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 请姐姐听我一言 我累了要进去睡会 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 你请回吧 姐姐纵然生气 也听我说两句吧 难道姐姐都不顾昔日的姐妹情愤了吗 进来吧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既然是宫中发放下一的日子 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 必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 人人都尚赶着去 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 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 我知道 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 姐姐这样说 可是为了华妃复卫一事 好 那我问你 华妃复卫之事 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 是 可是姐姐 我也是不得已 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尉 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 若不是情非得已 我何必走这一招 姐姐不能容忍的 妹妹我深受之苦 并不亚于姐姐 难道可以容忍吗 那你是为了什么 姐姐三思 为了安抚年耕耀 好 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氛围 最低便是华妃一位 若情势所迫 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 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 来日还是无力阻挡 与其这样 宁可由我来说 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她加封时 有更多的无奈和愧疚 这样的情绪越多 我的地位就越稳 纵使你说得这样清楚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她稷儿是华妃 敏儿成了贵妃 岂非更加简单 纵使你步步算计 可是她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 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已变得功于算计 子思良薄 我知道 我已不是善良单纯的人了 可是我这么做 的确是有不好马上说出口的道理 好了好了 你总有你的理由 我也有我的不明白 话不透极半剧毒 莫不是你见年庚瑶侍强 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 姐姐 华儿在您眼里就这般不堪吗 她并没有忘了 她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 华妃 我们自小就在一处 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 貌也逊色 便利益修得我一个温婉贤良 你善无意 我便着意情绩 从来也不逊色于你 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 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 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 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如今我看着你 总觉得和你差得好多 你有温太医的爱慕 又有皇上的宠爱 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脸 你样样皆是得意的了 可是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 记得小的时候 和姐姐一起把折好的纸船放下水 墨墨说了 这船飘得远便驾得远 飘得近便驾得近 可姐姐说 咱们俩的船要放得一样远 以后便驾去移出 最好是两兄弟 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可是现在 咱们天天在一起 却不想生疏至此 姐姐 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 天下巫不散的筵席 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书 你回去吧 无事也不必再来了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或许吧 既然姐姐 不喜欢人来打扰 好 那我便带到宫城那一日再来吧 快入秋了 圣家也快回卵了吧 快了 听说夏月初就回来了 嗯 那靖妃也快回来了 靖妃娘娘是快回来了 可是婉嫔娘娘却回不来 什么 奴婢一直没敢跟小主说 婉嫔娘娘见罪于圣上 被发落到蓬莱州了 蓬莱州 那里可比冷宫还不如 像坐牢一样 就是啊 听说皇上快回鸾了 可是也没有人打扫碎于轩 恐怕婉嫔娘娘这次是回不来了 婉嫔娘娘孤零零的在行宫里 什么东西都没有 多可怜哪 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主 不如我们托人送点东西去 她从前那样得宠 什么好东西没有 还缺咱们的吗 嗯 不如我们扔人帮她 不如她 多 Gosol 可可不如去 好呢 得宁悟 为你 我们死了 姐姐是在想皇上的吗 无事可想 想一想自己吧 皇上怕是已经把我们忘了 忘与不忘 咱们哪里能知道呢 姐姐也别太难过了 我炖了几一豆腐 马上就好了 姐姐进去吃吧 你先进去 我一会儿就来 快 快 宋公公 给娘娘请来 娘娘 快入秋了 娘娘没带的几件秋衣 惠贵人从宫里托人送来了秋衣和东西 难道没解决还肯惦记我 您瞧这惠贵人哪可真是刀子嘴斗心哪 说是要送给安贵人哪 其实都备了两份 哪有不记挂娘娘的 娘娘 娘娘可好 皇上记挂得很哪 本宫很好 请公公转告皇上 是 皇上好吗 皇上好 一切都好吗 皇上一切顺遂 请娘娘放心吧 那就好 娘娘 奴才这则来 是要告诉娘娘 皇上明日就要回鸾了 清中不知情形如何 有劳公公 一定好生服侍皇上 奴才知道 奴才明日就要走了 奴才的徒弟小夏子 人还算机灵 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 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 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本宫 皇上就是担心娘娘 首当其冲受害 所以才让娘娘避开这阵子的 本宫只愿 皇上能顺遂平安就好 一定会的 奴才不宜久留 这就先告辞了 好 姐姐 你倒悠闲自在 你来了 你还怨我吗 怨你 就该让你在蓬莱州受冻 拔拔的给你送什么秋衣 毁得我肠子都快清了 这下火也来不及了 我已贴身穿着了 当日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疑你的 当日我已无法言说之由 事关朝政实在是不能说 才叫姐姐误会的 那日我也不知是怎么了 既然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姐姐像来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还能不知道吗 听说年羹咬试了试 华妃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 志大义也搬出来了 光岌岌可危有什么用 我和姐姐一样 都等着看大厦轻颓那一日 我们不是她身边的人 知道的底细毕竟不多 该是用人的时候 如果她看大厦轻颓